别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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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别熬 别熬 公营帝尊殿殿主 公营帝尊殿殿主 起来吧 殿主 国际强车榜榜单再次刷新 恭喜您 长连榜首 殿主 国际金融集团 已经被黄爷殿下收购 我帝尊殿总财富值 增长一万亿 殿主 欧洲地下市里 月亮神殿 一新加入我帝尊殿 想得到我们的庇护 这些交给十二神使去办就好 我要回家了 是 殿主 五年前 你还远远走外向 如今已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富贵不还乡 就如锦尼也行 属下支持你 五年前的那件事 对我的家人影响很大 这些年我一直愧得遇到 况且 我的老婆现在 怀有身孕 殿主 难道是这个月您 我决定给你们欧阳家 生个大胖小子 真的吗 殿主 您的专线 妈 哥 救命啊 救命啊 妹妹是我 怎么了妹妹 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哥 我们欧阳家完了 爸爸被人害死了 大嫂也被人抓走了 妹妹你别着急 告诉我你在哪里 小浪骑子 你在这儿呢 终于找到你了 混账 到底是谁 哥几个都找你半天了 李天 让哥几个好好玩玩吧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让哥哥 好好享受享受 不要过来 哎呀 还挺烈 妹妹 你怎么了 妹妹 你小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 你敢打老子 妹妹你在哪里 你们找死 我来啦 天真 你专计 不管是谁 转动我欧阳飞龙的家人 你定着的血债血肠 是 令地尊殿十二神神回归 等我消息 是 店主 臭大妈 干啥老子 给我起来 走吧 快 快 快 祈禀店主 别说后面有可疑的痕迹 杨哥 都安好了 盛家 赶紧干活吧 把这两个老家伙处理了 咱们也好回去赴命 杨哥 要是我呀 先把他放别墅里 一把火直接给他烧了算 盛家 你就别抱怨 咱们挣的 就是这个辛苦钱 来不来吧 盛家 上去 把这两个老家伙埋了 好的铁子 那儿来的臭娘们 竟敢多管闲事 妈 妈 你趁热看看我 我是飞龙啊 妈 本儿子不孝 儿子回来晚了 欧阳家的余孽 我想到了 你就是柳云叶的那个老公 前些年强奸未遂 潜逃到海外 怎么这又突然回来了呢 没错 我就是柳云叶的老公 也是这二老的儿子 这么个城市 为什么这么做 你小子 动弄我们陈家 随你倒霉 你俩 今天全都给我埋在这里 陈家 南城没有一个陈家 会做出这种怨天由人的事 是哪一个陈家 南城 南城在什么 我们是帝都陈家 店主 帝都陈家 是帝都三巨头之一 我欧阳家 干你们帝都陈家 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这么做 小子 一看你就是个蝼蚁 我们巨头办事 还需要理由吗 在南城 我们陈家 就是亲 小子 怕了吧 今天你能死在 我们哥俩手上 那是你的福气 阿杰 少八月见 好的杨哥 砸死他 家大油门 砸死他 砸死他 怎么回事 秦枝 让他们看看你的手段 是 你们干什么 感动陈家人 人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只给你一次几乎 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欧阳红跟柳云叶 在哪 我们不知道 上面让我们办事 我们也不知道干嘛 不过我知道 人家人好像 找你老婆 老婆在哪 我不知道你老婆在哪 我只知道欧阳红 说 姐 不能告诉他呀 小太子知道了 我会放过咱们的 得告诉他哥 不告诉他咱俩就得死了 设非去找小太子 谁死还不知道 快说 我说 这 豪太大酒店 齐齐 这里修给你了 是 人家等你很久了 陈公子 我求你了 放过我大嫂吧 我大嫂肚子里 还会有我们欧阳家的骨肉啊 我们欧阳家不能断活 不能啊 只要你放了我嫂子 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和你大嫂 真不愧是南城的两大美人 比我在帝都的女人都漂亮啊 就连 哭了都这么楚楚动人 嫂这么乖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来转看我呢 哎呀 群圣 你个回来 对不起 陈公子 我刚才不懂事 请你原谅我 你父母都出事了 难道不埋怨我们 师父你 给我和我杨家留条红路 有点难办 那女人是我母亲指定的 现在已经被我妈带走了 不过嘛 我妈是最疼我的 只要 你今天把我伺候舒服了 可以试试 不 陈公子 除了这件书 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你怎么这么不知趣啊 不能让你陷个身 你还能干什么 今天 我就吃了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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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脸不要脸 走 不要 不要 今天 让你清醒清醒 听醒了吗 再让你清醒就行 要不要 要不要 来人 你脸不要脸 打死他 这就是侯太大酒店吧 店主 就是这里 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酒店被包了 不接客 你们还是去别家吧 我们不住店 找人 欧阳虎在哪里 欧阳虎 你们是他什么人 家人 接下来我问你的 多说一句废话 让你看不到明天的月亮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帮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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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栽成 是 好 都尝尝去 是 你算什么东西 命令我吗 他不在这里 滚吧 好歹不欢迎你们 放你个狗屁 滚 你居然叫我滚 你要不滚 我就把你扔出去 滚开 敢惹我 一会有你们好看的 妹妹 是我 是我 你怎么了 妹妹 不是 不是你哥 我回来了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不 你回来的不晚 你根本就不应该回来 你怎么不肯死了 你怎么不肯死 要得起爸妈妈 家里终修的时候 你在哪 为什么你现在才才回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回了飞楼 你知道这些年 我们是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爸妈是怎么死的吗 你知道嫂子是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让他搞 是我对不起我的家人 我是我杨家的罪神 哥 哥 哥 站住 把那个女人给我放下 不然弄死你 老子今天太重的女人 谁敢救 怎么 想英雄救美啊 这酒店还想不想开了 陈大少 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啊 是他自己想救的 这家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一进来就说要找欧阳虎 哦 小子 你没认识 是你想好 他什么妹 欧阳家余孽 怪我怪我 当初怎么没有赶进杀绝呢 你 我跪下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其实 你知道此次怎么信吗 好美丽的游物啊 可惜了 陈主任 若是夫人知道了 就麻烦了 愣着干嘛 陈大少让你跪你就跪 你一见草明 你想死别连累你 你 陈少 他 我说了 你多一句废话 可得你看不到我们这篇的阅历 你想让我知道绝望是吗 是一股不可 其实 这栋酒店是PM集团机枪 不错 正是 让PM集团清空这栋酒店 通知下去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是 小子 少在这跟我演戏 天不及传也是你能调动的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废了他 是 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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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们美照顾好 小子 我警告你啊 你别过来 老子可是你丢在不起的人 臭事 说 有余业在那 不知道怎么会了什么 小子 我警告你 老子可是陈娘 张尊 持三太 三巨头 陈家 你以为我胖吗 杀人了 杀人了 到现在都没人来救你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你到底是谁 你和天安梦集团有什么关系 别说陈家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拦不住我 你不是喜欢让人绝望吗 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绝望 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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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的味道怎么样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伤我 我不想被伤死啊 我说 我说 三巨头的高孙 在生死面前 也一样不堪 说 我说 我说 他现在在 米娅高端司令医院 只不过你现在却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为什么来不及 快说 你不想说什么 你是想尝尝汽油的味道 我让你生不如死 我妈 我妈 我妈她得了癌症 需要做患神手术 可是 在全国都找不到 匹配血型 最后终于找到了 就是柳云叶 所以为了她 就要灭我欧阳家 不是 不是的 柳云叶怀孕了 不能做患神手术 我妈等不及了 只有强迫她 只要柳云叶一死 你们欧阳家 肯定不会善罢该休的 所以只能斩草出根 好 你们陈家够狠 只不过 你们欺负错了人 殿主 请你息怒 我们这就去营救夫人 把十二神使都叫过来 我要在一小时之内 封锁整个南城 陈家的人一个都不会有 让他们差池难逃 是 殿主 我求你放过我 求你饶怪我 我错了 我错了呀 殿主 此人要如何处理 好啊 饶命啊大姐 饶命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放鬼 你那么不认 猎虎烹油太便宜她了 让刑罚堂的人过来 我要让她生不如死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等着我 一定要等着我 柳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求 求求你 救救我 我已经怀孕了 我不能做这种手术 我已是两命的 我死了倒没事 求求 救救我的孩子 柳小姐 我只是一个护士 仁文言轻的 再说了 现在陈家已经把医院给控制了 上上下下 全都是陈家的人 我知道你是好人 刚来医院的时候 就是你照顾我的 求你救救我 吉燕燕 干什么呢 怎么还不打麻醉身 院 院长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 柳小姐实在太可怜了 可怜 可怜个屁 她算什么 她不过是个容器 可是 她怀孕了 冥顽不灵 我们医院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给我滚出去 等会我再收拾你 柳小姐 别怪我 要怪 就怪你的命不好 陈夫人 还等着你的身 救命呢 打了你就安静了 来人 准备手术 陈夫人换身 你好 柳云叶在哪个兵方 你干什么呀 你们是谁呀 把手机还给我 告诉我 柳云叶在哪个兵方 柳云叶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人来找这个死女的 对了 你们该不会是给那个死女人 收尸的吧 你这件人绝敢打我 保安 保安快来呀 有人闹事 是谁在我地盘闹事 哥 只有他们两个废物 他骂我是酸乌乌 居然还打我 小心 用个子 让他们跪下来 从你跨下爬过去 讨厌 这医院怎么这么大骚味 哥 别平息 臭小子 赶紧追下来跟我们认罪 不辞 打断你头腿 你个没用的 那是干什么 给我打的 院长 有种 别走 你们俩跟我等着 院长 院长 不要 扯救醒了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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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人心啊 快找东西 我这棺材不露泪啊 院长 院长 有人闹事 是来找柳云叶的 就是你们两个闹事啊 我是柳云叶丈夫 他人在哪里 你就是他丈夫 哦 你就是当年那个 臭名昭著的欧阳甲 强奸犯 欧阳飞龙 哈哈哈哈 没想到 你还敢没赖 啊 快说 我老婆在哪里 你这个自甘堕落的强奸犯 被 可在这儿跟我叫羞 柳云叶不会在我这儿 马上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 你不开枕 嘿嘿嘿 不 他说谎 你 你快去叫柳云叶 他刚刚还在念那里的名字呢 他被人逼迫军事 就在楼上手术室 哎呀哎呀哎呀 他他他他快抱他 哎呀 来人来人 晚安 给我抓住他们 这里可有你们 忍不起的存在 我怕谁敢动 齐齐 这里交给你了 搞什么 赶紧给我看 哎 你个臭小子 说你呢 你没听到是吧 口砸嘴 敢在我们医院闹事 还敢打我 有人敢闹事 保安 保安 殿主 已经搞定了 这一层我们做主 不 不可能是夫人 殿主 请您冷静 我自己来 不 不可能 玉燕 我回来了 没事的 殿主 请您 请您接爱 不对 是温热的 还有气 玉燕没死 该死 玉燕还没死 你就该干上了白布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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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他现在已经被摘了身了 早死晚死 都是死 他现在还活着 可已经没救了呀 放屁 死的女人 算没死 谁也带不走 王爷来了 也带不走 饶命啊 这事儿 我只是方便行事 跟我不关啊 跟你不关 你真的动了刀 放过我吧 金针 请天衣十三针 是 店主 天衣十三针 机器消耗元气 您刚刚心神受创 怕是 无妨 等我出来之时 我不希望这家医院 还有人能站着跟我说我 说下密办 喜之殿下 请冷静 刘守护 我们店主的家人 已经被这群畜生迫害死 店主夫人差点一尸两命 他本人也心神受创 你叫我如何冷静 今天 我要让这家医院 从地图上永远消失 你 拦不住我 帝尊殿 殿主的家人 车夫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 通知欧阳殿主 是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便是诗传上前仰的 古老针法 天衣十三针 火药推龙的底派之一 首呼 这帝尊殿 真有那么厉害 你赌个屁 帝尊殿随便来一个神使 都能横扫江南 他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 遥遥领先 刚才那个七只你看到了吗 你是说刚才那个女人 别看她是一介女流 可她却是世界杀手榜 名副其实的存在 是罪无情最英雄 而像她这样的杀手 在帝尊殿 祖宗有十二个之多 十二个 你们在这等着 欧阳殿主出来的通知我 是 欧阳殿主 你们是 欧阳殿主 欧阳殿主 在下留守护 我也是 刚知道什么事 我这个当守护的 难辞其咎 不必死 你们谁是管事的人 给我滚出来 你 你是陈夫人身边的陈管家吗 我就是陈管家 是你把医院给疯了 吃了雄心豹子党了 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这说大了 狂死 陈家是什么人 陈家在医院 你们也敢疯 知道陈家在医院 人家是什么人吗 你又是陈 你说我是谁 我怎么管你是谁 赶紧鼓鼓足卷 陈管家 你听我解释 事情是这样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家夫人就在医院 天津之趣 贵重之体 出了事情 你们担心 你们担担的钱吗 什么狗东西 是我们人太前四人 都什么年代了 找什么找 你这东西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 陈管家 我现在要带一个人 去见见夫人 不然事情闹大了 不好收手了 我们夫人 是什么人 岂是你们这些下等人 想见就能见他 好 不见可以 但是绝神是你情我愿的事 你们为何不顾人家生死 对欧阳家痛下杀手 不过是草坑屁民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家夫人 开上他身上的灵箭 那是他 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 怎么 你小出头 你应该照照镜子 看看你配不配 有手部 你也看到了 这不是我在挑事 他不会 那我呢 你又是什么东西 陈将灭我欧阳家 他说的那么冠冥堂皇 难道要我欧阳家 跟你烧糕香不成 哦 原来这里 还有一个欧阳家的余孽 吃来收尸的吧 我劝你 早点去太平间 赶紧给我滚 我劝你 早点去太平间 赶紧给我滚 带我去见夫人 你是什么东西 赵铁刚倒没有资格 去见我家夫人 你知道陈将是干什么的吗 说出你的名字 要你的狗命 你嘴很臭 给你清醒嘴 不不不不 我可是陈将的人 你是谁 说出你的名字 我会让你们不得好死 我试试 我是帝尊爹欧阳飞龙 帝 帝尊爹欧阳飞龙 我才听着第二首 你就是帝尊爹店主 没错 他 就是帝尊店店主 帝尊界的他 都要朝拜 号称 新一代传奇的欧阳飞龙 别人不知道 可你陈家是三巨头 最清楚不过了 帝尊爹 对 帝尊爹 帝尊爹 骗人的吧 怎么会这样 帝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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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我家夫人 他岂不是会有危险 别者误会 我别者 别者 别者误会 没有误会 尊爹 我看你的硬多久 大陆 刘守护 把人照顾好我夫人 她刚脱离危险 如果有问题 我拿你试问 是 刘护卫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帝尊殿不会 不会真杀人吧 一个陈管家 倒还好办 就怕陈夫人遇到危险 不会吧 陈夫人如果出事 那 那您 那就怕 没法交代了 南城 怕是会有一场 心风戏 陈家 快 快去通知赵铁钢守护 是 夫人 恭喜你 手术一切顺利 你的病应该痊愈了 消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 做得还不错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南城 竟是我的福地 你表现也不错 陈家准备给你 夹夹担子了 谢谢夫人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对了 那个叫 柳云叶的女人 怎么样 处理了 夫人放心 都处理干净 保证不会有任何防范 那就好 我陈家 一年捐几个亿 我可不想让外人说 我们陈家的坏法 陈家是很注重 名声的 夫人 夫人 那个女人 已经没机会出医院了 她的事 谁也不知道 夫人 可救我 夫人救我 陈家这么注重名誉 知道你在南城 滥杀无辜 为非作歹吗 知道你在南城 滥杀无辜 为非作歹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只动我的人 夫人救我 夫人 夫人 放开我陈家的人 去吧 找你主人 夫人 陈管家 你这是怎么了 不把我们陈家 放在眼里 你看 他 他把我打的 岂有自理 这链子是你拴的 我陈家的人 你也敢碰 你究竟是谁 夫人 他 他是 朱 朱师殿 什么殿 你究竟在说什么 打狗还要看主人 有我在 你不用怕 夫人不必动怒 看我 你小丑死 小子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睁开你的狗眼 看清楚 也把你吓死 看明白了吧 这位夫人 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 本人可是著名的 肾脏移植专家 手术成功率 百分之百 从未失手 人送绰号 一把刀 一把刀 是害人的一把刀吧 今天 我把你这把刀 给折了吧 你敢吹牛说折我的刀 我看你去身子骨痒痒了吧 怕是你身子骨痒了吧 你敢欺识我一把刀 你还有点用 滚边去 一会自然用断 你干什么 把眼睛还给我 你敢打我 知道为什么摘你眼睛吗 因为打你的时候 更顺手 你还有点用 滚 毒妇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不要过来 死婆娘 不要过来 开你了 郑主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陈三太遭受了重大的思想冲击 可肉体折磨 整个人怕是不行了 陈三太整个人 怕是不行了 陈家这次算是碰到铁板了 手机 你要联系陈家 帝尊殿那边怎么交的 陈家迟早就知道 如果真的要来一场暴风雨的话 那么索性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烦烈些 喂 陈家吗 好疼 好疼 我怎么动不了了 这怎么回事 夫人 我去你别动 一天之内 两次换身手术 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 两次 不是一次手术吗 这个女子怎么在这里 她不是被处理掉了吗 你敢骗我 你想死吗 赶快把她给我送到太平街 看来麻药禁还没过呀 还在无数八道 到现在都想着怎么处理我夫人 到现在都想着怎么处理我夫人 原来你就是她老公 我来南城后听说过你 你不就是五年前的抢尽分 你这个废物 你对我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 只不过是把你崛起别人的东西 物归原主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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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给我个解释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就不怕我陈家饶你的麻烦吗 夫人 你就饶了我吧 我不这样做 那才有更大的麻烦 谢谢你 饶了我这条贱命吧 我再也不敢了 绝对好好当个医生的 你的手已经脏了 你还能一边救人吗 旗帜 咬得出去 自分双手 是 是 不 别别别 表面 我不敢了 真的再也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我先看 我是陈家人 三巨头之一的陈家 你可惹不起我 我去 魔尚送我回去 所谓 三太 三太 我的儿 你快来救救妈妈 救你 她现在都自身难保 还在鬼迷关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 你是出不去了 这辈子 也别想出去 这座医院 就是你的坟墓 这座医院 就是你的坟墓 哦对了 你儿子叫陈三太是吧 你们很快就会相遇了 就是你儿子 实在不经折腾 你把三太怎么样了 他可是我陈家的太子 你敢动他 我已经动了 你竟然敢对他动手 我饶不了你 是你先对我夫人 和我父母下手的 是我饶不了你吗 你到底是谁 你没什么资格 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就在南城等你了 随时来找你 喜之 属下在 带夫人回家 是 帝尊殿十二神使都到齐了 殿主 帝尊殿十二神使 全部到齐了 不过 作为三卷土的陈家 产业并不全国 无控不住 接下来 你要如何处理陈家 如何处理 四个字 连根八七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请殿主下令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请殿主下令 调皇样收购 所有南城陈家的产业 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违法乱级的证据 是 钓虎缝 搜查整个南城 查处帝尊殿家的人 一个都给我留 最后都给我放在医院 等我一个一个收拾地方 是 钓雷神 镇守整个医院 谁敢救人 和杀无论 连只苍蝇 都不能给我放出去 是 其之 送我们回家 是 家主 请接电话 啊 喂 喂 陈家主嘛 我是南城守护 赵铁钢啊 哦 小赵啊 怎么 找我什么事啊 陈家主 你儿子和夫人 出事了 现在 生不如死 放屁 这天底下 谁敢动我 陈天亮的家人 赵铁钢啊 你如果给我解释 不清楚 我看你这守护 是不想当了 陈家主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 都是真的 在下 无必多说 等一下 给你发照片 就这样 先过来 夫人和三太 去南城了 家主 是的 夫人的病 俊说在南城 找到了移植的人 混账 谁 谁敢动我 陈天亮的家人 我要灭他全族 家主 请你激怒 让我家族令 跟陈家所属势力 你要把地区 全部往南城接接 家主 南城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我们陈家 在南城 所有的关系网 都被切断了 所有的企业 都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给收购了 我们丧失了在南城 所有的控制权 什么 啊 好 很好 多少年了 还没人敢跟我陈家叫板 这是有人 让我陈家摆手 味儿啊 扔着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是 是 是 家主 我们丧失了在南城所有的眼线 我们该怎么做 我记得 南城有个方家 一直跟我陈家 是啊 白色夫人的病 也是他们整个的捐赠者 也是他们自己的 阿尚联系方家 是 云烟 我回来了 你不会有事了 你得听住 哥 我嫂子怎么样了 放心吧 一会就行 他没事 哥 对不起 昨天 都应该对你那样 都过去了 我们去给爸爸说你笑话 爸 妈 你在这儿 一定要等着我被你报仇去喝 城镇无路也解释 对了哥 欧阳家的财产已经被转走了 转走了 什么意思 哥 欧阳家出事后 大嫂不想让欧阳家垮掉 情急之下 就转给了方家的方式奖 转给了方式奖 就是那个混蛋 无限我强奸那个 这么多年 云烟怎么还跟他有灵气 哥 你别生气了 这些年 方式奖多少也帮过我们欧阳家一些 大嫂也是迫不得已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明天有一场慈善晚会 方式奖也会去 到时候我们去看看吧 哥还有事 出去一趟 店主 有何吩咐 五年前 我被冤枉强奸一个女人 你为这件事 欧阳家在南城 背了无数骂名 这件事情 一定要给我调查清楚 等一下 再去调查一个人 她叫方式奖 是 欢迎各位来到我方式集团的慈善酒会 我在此 表示 由衷的感谢 在此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欧阳家遇难呢 我身表悲痛 欧阳家找到我 要将他旗下所有的产业 交给我来打了 我 已经答应了 黄少 这个欧阳家虽然体量小 但是价值也值三四个亿呢 话说这个欧阳家 不知道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惨遭人灭门 太可怜了 是啊 黄少 看来这么多年 他柳云夜还是比较信任您的 既然把欧阳家的几个亿的财产 都交给您来打理 真是令我们羡慕啊 哈哈哈哈 哎 起先啊 我是看不到一个东西 是柳云夜一直求助 让我帮他打理 今天 既然是慈善酒会 那我就将欧阳家 一半的资 捐出去 哎 不多 也就一两个亿 用来建设希望小学 帮一帮贫困的孩子们 好 方大少 您真是出手太阔气了 您不愧是我们南城年轻一代的 领军人物 方大少 您可真是我们南城的首善啊 那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可得好好感谢你方大少啊 哈哈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方大少啊 您啊 太有善心了 善心 人人都得有嘛 那我们欧阳家才能做私事 这种事 我怎么不知道 这种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是谁 关你什么事 是 欧阳飞楼 哎 他就是消失了五年 让柳永叶手刮五年的欧阳飞楼 可不是吗 还真是他呀 这小子逃亡了五年 怎么突然火烂了 难道是两姐他家人上门呢 小姐说 这是净魂 在南城是该提欧阳家的事 可别乱讲事 对了 妹妹啊 啊 来得挺全嘛 今天慈善酒会 捐点吧 方氏强 哦 我知道了 你们没钱了 你们欧阳家的钱呢 全都存在我这儿了 方氏强 当时情况紧急 大嫂只是让你暂时保管 现在我跟回来 麻烦你把我们欧阳家的产业还给我吧 啊 妹妹啊妹妹 这合同都签了 还怎么还给你们了 哎 再说了 你可知道 你和你嫂子为什么没事 啊 你可知道 你和你嫂子为什么没事 啊 为什么没事 你不会说是因为你啊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谁啊 胡说八道 明明是我哥救了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哈哈 你哥一抢奸犯 你欧阳家的耻辱 他拿什么来助理他啊 啊 这 你他妈是怎么冒出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对我 我吃你 不要 今天是来砸抢足了是吧 欧阳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争论这件事情 我要拿回欧阳家的财产 是 这没有了 捐了的不算 吃的 没有偷 哎 看着没看着 这个 就是为父不原 捐点钱 啊 捐给贫困山区 能救不少的孩子吗 你捐点钱 还整得要死要活的 就是 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捐 等会儿我们大家都要捐的 放简 人家帮大少 更是奈头捐 你 你们都得绑架 我欧阳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无所有 你们还想透明我们的财产 你简直没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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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龙啊 你消失了这么多年 还死出来干什么 你可知道 我对云烨 可是痴心一片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 我不仅拥有欧阳家的财产 还要欧阳家的女人 刘云烨 狮子 你没有得绑架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你业余 就在他十年 十年啊 我即便得不到他的心 但是 我可以得到他的神 五年前的那几小结婉 是不是你测祸的 你是个聪明人 你猜 果然是你苍之情 今天我给你算个宗正 哥 你敢打我 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神殿犯 进去五年了 出来还是死心不改 大家看见了他 这个神殿犯 进去五年了 出来还是死心不改 如此高端的场合 竟然是如此的脱鲁 哥 这个家伙是不依静的人 不然不能伤害的 这个人实在太阴险了 阴险 阴险是指定的 是若一指 而强者 应该硬碰硬 激眼 但是他就定了 欧阳飞龙 你在这口补什么 不捐钱也就算了 还谣言要把这酒店掀了 你算什么东西 就是 死心不改的东西 骂死他死 我看这是报应 哈哈哈哈 坏了 你又干什么 方大少 这个人疯了 快把他抓起来啊 真是个神 这年头 不是比谁的全都硬 给你两个选择 一 就是欧阳家财政 二 下跪临死 欧阳飞龙 雨夜 你怎么 你怎么打我 欧阳飞龙 你给我滚出去 为什么要来这里丢人心 你给我们欧阳家丢的力还不够多吗 雨夜 你冷静点 你现在还不能下床的 不要走出来跑 欧阳飞龙 我跟你说让你滚出去 不要干扰我干哥哥的慈善酒混 大嫂 我们欧阳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还要看我大哥支撑着呢 你为什么要打他啊 你说为什么 他跑出去这几年 我们一家人到处受排挤 如果不是方石强接近我们 欧阳家能有今天吗 他对我们欧阳家是有恩态 可是 他要拿我们欧阳家的财产去招款 欧阳飞龙 欧阳家有今天 都是你前些年做的那些龌龙事给造成的 方石强捐款捐得好啊 捐了钱做了善事 我欧阳家才能积德 你不要激动 你不能说太多话 坐下休息 现在你应该很轻在路口了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可都是为了欧阳家好啊 为了我欧阳家好 好 这场慈善会是方家 所有的捐款都进了方家慈善基金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一分一毛 方家慈善基金 都没有用本慈善基金 王阳飞龙 你放屁 其实 我这里有个U盘 里面有些有趣的照片 方石强 我只是稍微查了查 真让我打开你 幸好我早有准备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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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投的钱都白砸了 我不说你们应该也知道 这些照片 都是方氏慈善基金 捐 算下来差不多有七八千万 结果呢 一毛钱都没花出去 只签了个狗 方大少 这些是不是真的 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是啊 方石强 不是有钱 可我们不是人傻成功 可是我们的钱 都看到你们方家的口袋 大家不要信他呢 随便搞点照片出来 他分明是诬陷我 你干什么 你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老子判你啊 我最后给你 两个选择 一交出我杨家的随着 二 小 哈哈哈哈 是什么 天使没让老子下跪 天使没让我死 好 我就让你 其实 这些是希望小学 接受捐款的俗语补习 里面没有异象 是属于你的 真是慈善基金 慈善基金 这怎么可能呢 不要肥狼 他告诉我 这 你最好别让我 欧阳家的财务 又年代曆的要回来 你不想 你这个社会败类 放学强 放学强 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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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 夫人已经妥善安排好了 您的妹妹正在照顾 当年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店主 昨天我们在调查 方氏慈善基金的时候发现 方氏的问题 可不止造假这么简单 还有什么 当年冤枉您强暴 她的那个主人 现在 正是方氏慈善基金的 总经理 不仅如此 她还是方氏强的秘密情人 你去听 您看 是这个女人吗 没错 就是她 化成灰我都认识 陈梅梅 店主 我算是明白了 这方氏强和陈梅梅 就是在玩仙人跳 他们想合起火来谋害你 等路 让我看看五年前 陷害我的女妻人 是 都是你干的好事 看看吧 都上新闻了 方氏慈善基金保不住了 割掉吧 爹 我苦心经营慈善基金多年 每天都有几个亿的收入 就这样割掉活 这可惜了呀 你呀你呀 我觉得自己够贪了 你比老子还贪 几个亿 你起码拿出几千万来 做个样子也好啊 你真是铁公鸡 一毛不毛 都是那个欧阳废老 老子一定弄死他 你要弄死谁呢 老婆 你来了 坐坐坐 方叔 不要这么见外 都快成一家人了 都快成一家人了 亲爱的 累不累啊 我给你揉揉 打理 帝都陈家 这次给了你们天大的机会 只要你们能给我 堂哥他们的母子报仇 南城陈家的所有产业 我都会交给你们来打理 师强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陈家不同意 说你我身份悬说太大了 但是呢 我不在乎 但你要是敢背叛我 被我不中 你可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你亲爱的 我的心里 只有你 怎么可能会有其他人啊 我陈家的那件事 包在我身上 你说话算话 别有当放屁 老娘我为你们方家 从来都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 你对我 少口是心扉 我两米身的大男儿 怎么会骗你呢 包在我身上 真的假的 那当然了 我骗谁 也不能骗你啊 不能骗我的 你小宝贝啊 啊 行 我在家等 好 喂 亲爱的 你不会玩真的吧 慈善基金 你真的不做了吗 那人家现在该怎么办吗 我现在很失落 你能不能陪陪人家吗 我也想过的 跟我老爸看的太急了 我都快想死你了 少来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想上那个柳云叶 心思呀 可不在我这里 我呀 就是你的限于工具罢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别磨叽了 我跟你讲啊 这两天千万别出去 我跟你说啊 欧阳飞龙那个小宝贝来了 我觉得他有点问题 听到了没有啊 还说不来呢 这个时候除了你 谁还会敲门呀 我可是穿了黑丝 今天晚上 老是让你吃个购 亲爱的 我来了 别开门啊 别开门啊 讨厌死鬼 想想你 柳云叶不见话 他有什么好 哪有用 你非得 你 你是 你救出这里 方世祥那么有钱 怎么也不给你换个别处 算海了 欧阳飞龙了 原来陈小姐还记得我 你 你要干什么 欧阳飞龙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应该知道我什么 干什么 这里很野 死一个人 外面怕是不会 我 我不想死 你不要冲动呀 我可以不冲动 但要看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说了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否则 这把修眉刀 会随你的嘴角 一直滑到你的耳根处 我说 我说 我不能毁容 这瓶杀了我 还难受 启致 他是谁啊 你怎么把陌生人 带家里来了 他可不是陌生人 当年说我强奸的就是你 陈美美 原来是你 对 是我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 欧阳飞龙你 你别误会 我带他来 只是为了还我一个清白 有些事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女人 一直都是方石墙的情人 还是方氏慈善基金的 挂职经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我 你可能一直都不知道 这对狗男女 狼狈为奸 一直害我 让我们欧阳家 成熟屈 这次欧阳家事件 我也查到 有方家的影子 但我查清楚 一定要给爸妈报仇血恨 你 你在胡说八道 秘密当初 就是你强暴了我 现在 你还威胁我 求求你们 放了我吧 我从小就命苦 就是个打工仔 我不是你们好门的对手 请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吧 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吧 满嘴吞吞吞 你可想我 你不知道我欧阳飞龙的事断是吗 你找死 欧阳飞龙你够了 你还想杀人是吗 你还嫌欧阳家不够团是吗 你 我年了欧阳飞龙 欧阳你提前回来 为什么答应给你欧阳家的骨 说不 你走一步 不 准备一阵 知道了 欧阳飞龙 欧阳飞龙 真假 我假话 当然 不然多次好 快帮我 你一起 什么拉 你一起来 把他一起做证 是不是 找到 嫂子 我爹 我爹 是 你 我相信我大哥 他肯定是被冤枉 我相信我大哥 他肯定是被冤枉 好 今天如果他能说出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相信你 爸妈的在天之临 你会看着 他之前的话再说一遍 知道 我不敢撒谎 他是被冤枉的还不行吗 他就是乱死了 别杀了 还敢阴阳怪气 杨森 我动了 咱们还在演戏吗 越知道 我就越相信我刚刚 今天放过 这件事情 我就当没有罢神 夫人 他在胡说八道 怎么了 放过他 我 我不走 我不敢走啊 我要是出这个门 我被他们弄死的 走 除了任何问题 我单纯 没有废话 如果今天你敢动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为了肚子里面孩子 你积点得吧 好 齐真 放得走 你 你拦着我做什么 你弄疼我了 你今天走不了了 不扬飞了 你在等什么 还不放了我 你老公可是说了 如果我出事 他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跟你离婚 跟我玩这种小气 死丫子嘴硬上 是 你不说你不要乱来啊 光天化日 你还想行凶吗 我要叫人了 不得不说 你真的是挺有信心 你仔细看看周围 有人吗 我的人已经肃清了周围 五公里之内 都是我的绝对灵蝶 你不要冲动呀 本来 你可以不死 揭发方石墙 可以留你一条命 但是 你自然就不死 店主 我这就去随他上路 不要不要不要 我错了 欧阳飞龙 我愿意揭发 我愿意 他这么年求 我不想死 他愿意了 要了吗 我欧阳飞龙办事 从来不给人 两次击 我的孙大方 这下说 告诉你 连本带立 这些年 我要看他算清楚 是 这是今年的 武夷山大红袍 店主尝尝 言归正传 你来找我什么事 店主 明雅司里医院外围的人 已经发生过 十七场战斗了 刺伤了很多人 陈静一定会 解放百计的 排人过来 寻找 要分医院那块 早就已经 再过两三天 就要分皮 什么 店主 你可要三思 赵铁钢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是不是 方家和陈静 有关系 这个 据我所知 陈家在南城这里面 可没干什么好事 这几年 快把南城的经济 搞垮了 一提起这个我就来气 陈家全身很大 无口不入 就连小商小贩 都要去抢 现在已经是哀声载道了 我计划在亚风医院 那片土地上 建立一个地尊基金 计划投资 前一 作为南城的发展 你 你想 什么 此方当真 店主 你说的是真的 五千个亿 南城一年的GDP 都没有一千个亿啊 这行 可以说了吧 好 也罢 原本我想当个端水大师 可 店主的诚意这么大 看来 我不入局可不行了 皇帅 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 全部都说出来 不要有任何事情隐瞒 请店主放心 我会竹筒倒豆子 保证 一点都不漏好 快说 是 这样 哥 你回来了 我刚坐好 你快坐 一切都查清楚了 这个恶人方石墙 欧阳飞龙 你为什么总是抓着方石墙 不放你 对 干哥是喜欢过我 可是我现在已经嫁给你了呀 我已经让他当干哥哥了 那是我哥 云烨 你知道为什么三巨头 偏偏选择了你呀 知道你的事 更匹配陈夫人吗 为什么 你们防范一下 他为了讨好陈家 找遍了南城所有的肾脏 只有你的 是最匹配的 他不惜让你死 不惜让欧阳家灭亡 也要去讨好陈家 你还在为他说话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这种人 你有什么证明 是他说的吗 这是南城说 赵铁钢给我的 里面有方家 跟陈家的达成协议 其中有一款 就是说捐赠这圣赞 就是你的名字 做不了解了 文件里面有 赵铁钢的钢医 他是南城守护 做这件事情 很简单 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妹妹 你怎么了 大嫂 为了这种人 根本不值得 方氏强的一个家伙 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你们知道 是怎么对我的吗 妹妹 你喝多了 我没有喝多 方氏强的一个家伙 就是牵手不如的东西 妹妹 方氏强对你做了什么 你们干嘛就不知道 我之前那个家伙 找出好几次不注意的事 好像让我便宜 欺负我好几次 哎呦 这么晚了谁啊 行了你啊 哎 你可真漂亮啊 干嘛呀 今天就好好地玩一玩啊 哈哈哈哈 我看准备好久了 快出去 我们就好好地爽一爽 哈哈哈哈 哎呦 啊啊啊啊 你吃饭 你 你 你给我给我救救 要不然 要不然 哈哈哈哈 妹妹 你管这不完了 什么 方氏强 你真是找死 连我妹都不放过 不杀你 我欧阳飞龙 不配做男人 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妹妹 你为什么以前不说 现在才说 你又相信方氏强 我说他一句坏话 你就要骂我 我除了忍着我还能怎么办 你是侵犯我的凶手 你就是帮凶 帮凶 你就是帮凶 帮凶 这个命运藏在我心里这么多 你那个情人 我一直受着他的气 而他还真的 我把我杨将偷下杀水 这我相信你 静人 静人 放心 以后有我在 哥哥一定报复我 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还有你 李奕 我知道被最心情的人伤害是什么感觉 我会让那个人渣付出代价的 我要去问他 我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辜负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信任 玉燕 你身体不好 只要休息 他根本是无药可救 他凌辱我妹妹 欺负我们欧阳家 用你的事 去讨好陈家 你千万不要去见他 求日入皇 你根本斗不过他 自由主张 不用你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终于来了 来 哈哈 明月啊 我知道 你最近呢 身体还没恢复 来 喝杯饮料 我今天来 主要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 不要这么多吧 我知道 你是在为我不管欧阳家那事情 心烦吗 是不是 我一直在背后操作着 对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方世强你这个伪君子 伪君子 我 对 我就是伪君子 对 对 我让家的事情 我一直在背后操作着 啊 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善人啊 我比雷锋还善呢 我知道了 是那个情人间犯 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 是不是 见了你的情人陈美美 见了陈美美姐 啊 陈美美男的就不能被他们收买吗 啊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明月 我就说你啊 太单纯了 啊 你就应该听我的 陈美金 我是你的干哥哥嘛 啊 美子 好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把我 拱手让给全家 你为什么对欧阳红 做那些事情 差点让他怀孕 告诉我 谁说这话 啊 你不是在说被俩人诬陷我 污蔑你 现在就 方世强 做人做到你的地步 我这还是第一次的 不是跟你说了 我自有主张吗 跟我回事 这是我会的 你逗不过这种奸诈效应 你 云叶啊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被诬陷了 真的吗 诬陷吗 那赵铁钢那个证据怎么说 那方家的事你怎么解释啊 那总不能坐下吧 云叶啊 我就说你太年轻了吧 那赵铁钢 是亲口跟你说的 那倒霉 不过 那不过有他的印章 印章 那萝卜头掉的印章 你想要我送你罗花 方世强 你找死 你还这 啊 白龙了 他要下这面孔 飞龙你给我放开 欧阳飞龙 你竟然敢逗他 我今天饶不了你 明言 那难道不相信我吗 可是他 先出去 我自己现在很乱 我想一个人问清楚 一个人在这跟他很危险 出任何事情 我自己担保 不用你负责任 听见了吗 给我滚蛋 你敢斗一根汗 我连鬼都做不成 欧阳 小心 来来来 坐下来 我们慢慢来聊 啊 哎呀 你也啊 就要去就要去 别跟这个狗东西一般见识 啊 坐下来 好好的聊一聊 这可不饮料啊 哥 我怎么感觉这饮料有问题 哎呀妹妹 你想你身体没恢复 今天又生了这么大的气 这头晕啊 很正常 是这样吗 我怎么感觉越来越晕了 越来越晕好啊 要不 躺下来休息会儿 来 老子喜欢你十年了 终于让我得手了吧 啊 我身上奇梗 你啊 就是啊 啊 你的身边都是你啊 啊 给我起开 你这荒诞 睡了眼下 从身上滚下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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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风世强 不让人家进来了吗 啊 没 没 没 你听我解释啊 事情不是这样 我 啊 啊 你 背双 阿美 啊 你听我解释 是这个贱人 他关于我的 谁让我在酒里面 下药 这回个早上 我实在克制不住自己 我 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发生啊 真是这样吗 快你看 他的武器又上来了 这个女的 就是一个娟娣 看着还挺水灵的 既然是个婊子 那就给她脸上来击 等她毁容了 我挺不够的 这 这 怎么 你不愿意 不 愿意 哈哈哈哈 嫂子 嫂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方水强干的吗 云烟 我相信你 你一定是被那个丑恶嘴脸 蒙蔽了双眼 嫂子也太惨了 怎么什么事都找上她呀 云烟 你要冷静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快告诉我 我怎么了 大嫂 你 是情女子 您是方水强 她对我图摸不归 后来来一个女的 直接把我脸给还伤了 方水强 又是这个方水强 这次一定废了她 对了 我不该取闹 我应该贴你的 没关系 你脸上的疤会好的 我已经让人去取了我 用不了几天 就会好 留不了爸了 真的吗 当然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妹妹 以后好好照顾你丧子 没什么事 不要离开她无功 殿主 方水强一家丧尽天亮 已经失去了人性 我这就去杀了他们 就这么杀了她 太便宜她了 通知红燕 把所有方氏的人都给我监视起来 不让他们离开南城半 还有 方氏的企业切断他们的资金链 冻结他们资金 是 三日之内 再无方氏 先生 赵铁钢非要找你 懒都懒不住 欧阳先生 救命啊 给赵守护上杯茶 谢谢 哥 您认识赵守护吗 为什么还要你救 妹妹 你先进去吧 我和赵守护聊聊 殿主 你可要救救我呀 有我在你怕什么 好 我相信 殿主您 那你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诉 陈家和方家 在南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陈家家主震怒 派了一个大管家过来 非要找我讨要个说法 并且还要我把压丰医院那块地皮交给他们 不然的话就找我问题 不就一个管家嘛至于败成这样吗 不光是管家这么简单 他们还带了一位用毒大师 杀人与无形 据说是陈家供奉他 殿主 他说的应该是老七 强者榜上排行第十八 此人极其擅长用毒 但是武功却习松平常 殿主 这次你一定要救我呀 你在南城投资了两千多个亿 你 你不能不救我呀 殿主 我还有我的家人呢 不就是一个下三滥和一条老狗吗 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 行 我陪你去 好 在下 先告退了 去尝一下底细 是 飞龙 我听说 赵氏湖来了 他可是南城 举足轻重的人物 怎么对你那么客气啊 哥 你是不是有事要瞒着我 你到底是谁 怎么感觉神神秘秘的 我到底是什么人 等爸妈投信那天 我会举办一场大的一个祭祷 到时候 所有的仇人 都会来他们的威胁 给他们磕头谢罪 到时候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你真的要跟陈家做对吗 他可是三驱头之一 欧阳家现在风雨摇晃 要不 我们就放手吧 放手 我不仅不放手 我还要他十倍 百倍的偿还 欧阳飞龙 你是不是有病啊 又惹嫂子生气 你又输了 殿卓 年纪轻轻 奇异精湛 属下 佩服 老爷 方石墙带着陈家大管家 和老七来了 什么 坐下 再下一句 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是 滚客 三铁钢 进度陈家的人来了 你都不迎接 你好大的胆子 还多么下棋 你们好好的雅信啊 我去你妈 有业无助的东西 你敢打老子 你知道老子现在什么人问吗 知道 陈家的一条狗而已 死屁 老子是陈家的女婿 大管家 你看到没有 就我是这个小子 他成果的狠啊 他站着跟赵铁钢有关系 赛南城与他是 传统仪器 两人是违背作载啊 小子 我倒看看你长了几根胎毛 敢跟我们陈家作对 小子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我找你不死 大胆 不能无力 老公 我和陈家作对 让你能咬我 你连他这人都敢去啊 你连我都敢打 打你如何 你算什么东西 陈家人 我抓的 方式 我收的 有本事你找我 你找赵铁钢算上 好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你今天死定了 现在 米克 马上 给我弄死他 老七 上 在下老七 请指教 对付你这种垃圾 有我就够了 狂妄 试试我手下的功夫吧 请指教 那就来吧 老七 你行不行 废物 大管家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 我的毒 没有用不吃地 废物 赵铁钢 你真的要与这小子 同流合污 什么同流合污 欧阳先生 花了五千个亿 投资南城 你们陈家 能做到吗 看来这么多年 你们陈家 到底都在做了什么 好 赵铁钢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你们给我等着 帝都陈家 马上就要集合 一定会踏平你们南城 我们走 等等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小子 我劝你收敛一点 不要逼我们陈家 做绝 我欧阳飞龙 尸臣血海这么多 从底层到现在这个位置 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收敛 岂止 废了他们 送去亚克医院 让他们跟陈夫人相聚 你他妈的 看谁敢动 帝都在了 五年前 你只是老子手下的 一只蚂蚁 你现在敢如此对我呀 我这样对你又如何 我欧阳飞龙一身光明磊落 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怎么对我的家人 怎么对我的妻子的 你他妈在人家触碰 我恩负义 是你无意 我 大鬼家 快救我 还有你们陈家 有多少 收多少 有一个 算你 一个都别想逃出原厂 店主 此人怎么处理 你你你 你干什么 你你你你 你别过来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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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亲之 带他们出去 是 店主 老七这人太狡猾 到处撒毒 引起不少街上人恐慌 怕趁乱逃走了 逃走就逃走吧 正好缺个通风报信物 小姐 你怎么这么狼狈 小姐 那欧阳碧龙手下太厉害了 武功 我是打不过他 但是我不服 以后一定要找机会 让他们尝尝 我也多厉害 混账东西 我男人和大管家都没有回来 你回来干什么 还敢给我找贴口 废物就是废物 小姐 侄女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你敢救救我儿子 我们方家 就这么一根独苗啊 方石墙毕竟是我看中的人 他对我不忠 但我不能对他不义 不然我也不会让他跟着大管家 一起去找赵铁钢 这么说 大侄女 你愿意帮助我 我方家的 方叔叔 你先不要着急 陈家那是什么地位 欧阳飞龙 这次死定了 大管家可是陈家的代言人 他既然连大管家都不放在眼里 那么下一步 陈家的家主 肯定会亲自过来 陈家家主亲自过来 天哪 这动静 会不会闹得太大了 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他欧阳飞龙 几次对我不忍 但那太小瞧我陈美美这个人了 他绝对想不到 我会让方石墙和陈家牵上线 说实话 你们都还不知道吧 其实我呀 是陈家的侄女 陈三太的表妹 大小姐 当初我们也不知道啊 只不过现在 我儿子同意 娶你了吧 做陈家女婿 尽管是表的 我这人是深藏不漏 至于我那二叔 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他来了 这南城肯定是要他了 至于死多少人嘛 这个嘛 就得看二叔心情了 什么 哦 我知道了 确定吧 怎么了 侄女 欧阳家对外发布消息了 明天 就是欧阳家人的头戚 他们竟然 竟然 竟然什么 你快说呀 他们竟然把陈夫人 和萧太子关押起来 都提到 欧阳家排位前 磕头赔罪 齐齿大辱 简直就是 齐齿大辱啊 太过分了 欧阳家难道 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吗 三巨头龙威严 他当真不放在膝上吗 不计如此 欧阳飞龙 还开启了直播 让所有人都看得见 我方家看到也就算了 陈家人 这一鬼 这个国家 都是笑柄啊 小姐 我倒是有个办法 明天让他同期 再不成 你该不会是去欧阳家 把人家欧阳家的祖坟给刺吧 那倒不会 行 那你去吧 我的脸 好像真的看不到一点疤痕了 不仅如此 皮肤还比以前更白嫩了 最厉害的整容手术 没有这个厉害吧 我就说了 该相信我了吧 不会有事 云烟 你真美 我很感谢你救了我 不过 一码事归一码事 现在家里这么乱 一整天无所事事 我要出去找份工作 就因为现在有这么多事 所以你得好好休息 再说了 你现在有身孕在身 怎么了 怀孕怎么了 你是看不起女性吗 不要以为我是你的女人 你就可以控制我 我也要为自己发声 你要干什么 听说帝尊基金落户难成 而且现在在招聘 我打算面试 再说了 我之前 也在欧阳家当过经理 你要去帝尊基金 也是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店主 出事了 怎么了 宁妹妹晚上离开了欧阳家 说是和这个男人去见面 我们的人群总无效 刚跟上的时候发现 他已经被人迷晕了 被人拖到了车上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 什么 是你骗我妹妹出去的 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干什么 这是妹妹男朋友 我见过 再说了 现在治安这么好 能不能别打惊小怪的 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 我妹妹有什么三场两短 我拿你试问 欧阳飞龙 你闹够了没有 你欺负一个小孩子 算什么本事啊 夫人 这人可是嫌疑人啊 来 你跟姐姐说 发生什么事情 是他们抓了我家人 威胁我让欧阳红出来 我没办法 我只能照做了 妹妹跟你这么好 你真的把他给害了 我不想的 我真的不想的 可是我不这么做 我会死啊 是不是这个人 对 就是他 化成灰我都认得 他给我父母下了毒药 要是两个小时内 我办不到 他就让我父母 毒发身亡 拜托你们 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老七 你怎么来了 那谁去救妹妹 妹妹没事的 我已经安排七只 让她去召集人 去救妹妹 那 妹妹的事 你怎么处理啊 当然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不过 我们还不能迎来 不过你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我们小家小业的 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啊 没错 赵守护确实是南城最好的守护者 公平公正 那你举报了陈家和方家 他们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接下来呢 什么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无休止的报复啊 三巨头之一 胳膊拧不过大腿的 陈家一旦动真格 赵守护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到时候他自身难保 他管得着你吗 那他们草剑人命 为非作胆 难道就不管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你是谁啊 超人 蝙蝠侠 还是鲁之声 落箭不平 拔刀相助啊 云云 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不认识你了 死的可是我爸妈 这个仇不报 我欧阳飞龙配做男人吗 这个仇不报 我欧阳飞龙配做男人吗 是 你可以做男人 我也想要我孩子有个爸 你出事了 我和肚子里边孩子怎么办 第一个出事的是妹妹 第二个就是我 别碰我 对不起 我一时激动 忘了你还怀着孕呢 还知道我在怀孕啊 你还知道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欧阳家的肿啊 都说孕妇不能情绪波动太大 你看我最近又是死又是活的 云烟 怪我 以后我永远陪在你身边 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 但是父母的仇 我一定要报 如果你出事 我真的就守寡了 你觉得陈家会放过我吗 要不这样吧 我们搬家 我们搬去一个没有陈家的地方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有我在 这个世上没人能欺负你 陈家也不行 你不是想去地尊基金上班吗 我明天送你去 让你当总经理好不好 别吹牛了 还帝尊店呢 你以为你是帝尊店店主啊 那可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它能让我去当个小职员 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还不信 你就等着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啊 对了 我要去救我妹妹了 行 快去吧 我这招叫尹蛇出洞 长城 是你吗 不要啊长城 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我知道 我们已经到了谈慧论驾的地步了 可是现在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玩这种游戏 我家里出事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呦 嘿嘿嘿嘿 长城 你在这儿 我真的要生气了 你是不是给我点出了学道啊 你从哪里学到这些旁门所当 我只见我哥市长官 你赶紧给我解开 长城 你非要这样吗 那你要对我负责 你要不然我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 你轻点 我是第一次 你能不能把我眼罩拿下来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乖 怎么喜欢这种调调 平常不是挺温文尔雅的吗 人呢 干什么 是 老七 你要干什么 色鬼 色字 头上一把刀 小心当无大事 长城 怎么还有其他女人的声音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该不会是变态吧 小美女 是谁变态啊 你的小情郎 可不在这里哦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抓我 长城的 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真是个痴情的女人 男人啊 都是大猪蹄子 你男人都把你给出卖了 还在为她着想呢 小姐 这个女人 可是欧阳飞龙的妹妹 有她在咱们手中 那欧阳飞龙 就等于被咱们拿捏了 要不 咱们先拿回点利息 你个蠢子 你要是敢动她 老娘马上飞了 她可是解救陈家人的关键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弘扬飞龙那个疯子 做出点什么 你担担得起吗 把她绑在这里吧 我们走 没出息 走 你们试试 小姐 店主让我来救你了 你先别露面 先把坏人引出来 好 爸 妈 孩子马上为你们 爆出血恨 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做了 我愿意自首还不行吗 我愿意做了 求求你放我们走好吗 别急 你的罪证 下半辈子足以在监狱待着 只不过 不是现在 欧阳飞龙 你这么做 欧阳南城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你等着 会有人来收拾你 欧阳飞龙 我是方家唯一的毒苗 你敢动我 你不怕你欧阳家 陈家都死绝 你给我闭嘴 念主 陈家和方家的人来了 来的倒是不慢 雀致把他们都带下去吧 我要飞龙 我要飞龙 我儿子在哪 把他交给我 在下面呢 怎么 你还想去陪他 你 住手 你 你的脸不是被毁了吗 这才几天时间 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你的脸不是被毁了吗 这才几天时间 怎么变这么漂亮了 托你的福 我没事 小子 昨天是我促心大意 让你占的便宜 今天 我跟你比点刺激的怎么样 欧阳红是不是在你那儿 没错 说吧 你们想玩什么花招 我都接着 很简单 我有文斗 我有武斗 今天 就给你个武斗 怎么斗 应毒 谁撑的时间长 算谁赢 如果我赢了 你就把陈家人放了 如果你赢了 陈家人任你处置 欧阳红马上送回 敢不敢 敢 不能答应他 老七 最擅长的就是制毒 他身上 忽得是几样 答应了老七 就等于中了他的圈套 你们是有病是吧 笔和毒药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你们是有病是吧 笔和毒药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怎么 不敢了吗 如果不敢的话 把我儿子和陈家人放出来 你先把我妹妹欧阳红放出来 没门 看来今天在这儿 不料到一个 也难分输一个 不错 小子 你敢还是不敢 如果我死了 欧阳家 请你 灭的就是你家的本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 也得答应 方家主 先割掉欧阳红一个耳朵 送过来给他瞧瞧 陈家人被他打得遍体鳞伤 咱妹妹却好吃好喝的 这都什么事 好嘞 我马上去办 等等 你们要玩 我陪你们玩 店主 您吩咐的事情做好了 你来得正好 这群人正要跟我玩毒呢 不是吧 你们脑子是不是净水了 我家主人 可是百毒不清之体 他们找死 我陪他们 想找死的人是你 好 那就开始吧 想找死的人是你 好 那就开始吧 就你这废物 还想挑战我家主人 论武功 我是不如你 但是制度 我不信你能胜狗 少在这里嫁唬人 当我是小孩呢 欧阳飞龙 想找死 就算把过来 好 成全你 这三瓶是你的 这三瓶是脑袭大师的 欧阳飞龙 你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飞龙 不要啊 他们都是一群神经病 喝了会死人的 我们就答应他们 把陈家人放了吧 还有我儿子呢 你觉得我放了他们 他们会放了欧阳红吗 对敌人的人赐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好 接下来 该你了 老七 他怎么还没事 你到底有没有下毒啊 是不是没有下毒 这事管理可是 事成已久的 清新海堂 无色无味 无影无踪 令人防复生防 乃是天下毒物之首 你真是没事 不可能 难道说 你之前吃了解药 解药 什么是解药 狂妄 老七 你少废话 我家主人都已经喝了 接下来可就轮到你了 不过有情提醒哦 这三馆中 有一馆是没有这 扶之 必死无疑哦 老七 你还等什么 你不是资深毒药大师吗 身为陈家供奉 难道连个矛头小子 你都比不过吗 胆小之辈 味道不怎么好 欧阳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看我有变化吗 欧阳先生 你赢了 什么 什么 我都已经喝了三个了 你不用全喝完 只要喝一个 还能站起来跟我说话 就算我输 这不可能 这不科学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都已经说了 我家主人是百毒不情的 老七 我劝你别再拖延时间了 否则 你就认输吧 戏之 先把陈家那个傻儿子 带出来 看他了才是 是 给我站住 老七 你还愣着做什么 你不是要证明你自己吗 我陈家从不养废物 你想好了 敢当逃兵 陈家要你的命 好 不要病 算你狠 我去不信 我愿解毒啊 你还能怕这毒 我没事 姐姐 放下注我没事 他们在这哭人呢 吓唬人呢 老七 老七 老七你醒醒 你怎么样了 侄女 她好像不行了 果然是个废 方叔 现在该怎么办 她死不了 你们现在 可以认输了吧 我让飞龙 就算你赢了 那又如何 你妹妹在我手上 快把我儿子 和陈家人放出来 你们果然是不能相信的 云烟 这就是大家 做事的手法 你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给你讲手腕 你跟他们讲手腕 他给你讲顶气 呗 无耻 下流 哼 戏眼的也差不多了 不知道那边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欧阳先生 欧阳小姐 就被人救出来了 你们唯一的筹码失效吗 不可能 去看看妹妹吧 她受惊不小 被救出来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该死 电话打不通 整个南辰都在我掌控之中 你们能藏住一个人吗 其实 把方子贤和这个女人 带去医院 他们的心 脏了 好好洗一洗 你们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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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妹妹 你受惊了吧 别害怕啊 陈妹妹和方子贤 已经被赵首捉拿归案了 嫂子 快让我哥把他们都给抓起来 你知道吗 你大哥今天为了你 差点连命都不要了 他今天非要跟老七拼毒 你知道 老七的毒很厉害的 他可是一代毒王 我哥怎么样了 没事 他没事啊 乖 妹妹 哥 哥 你到底是怎么战胜那个死变态的 你不知道 昨天那个死变态 还冒充我的男朋友 冒我的腿呢 他还对你做了什么 早知道我昨天可废了他 别的 倒是没有 陈妹妹拦住了他 那个陈妹妹 倒是对我还可以 陈妹妹我可以留他一命 毕竟 他没对你做什么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没事呢 你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 你老公我 铁拳无敌 败毒不清 权势滔天 不想说就别说 不用吹牛 权势滔天 能有帝尊基金的权势大吗 我和你说 听说啊 帝尊殿十二神使的红颜殿下 也来主持帝尊基金呢 我明天准备去面试 嫂子 那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行 你陪我啊 那我今天陪你睡觉 睡吧 废物 家主 已经打听清楚了 夫人 少爷 陈妹妹 还有皇家父子等人 全都在这家医院 岂有此理 樊城 真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要跟我陈家 当真到底啊 家主 这个欧阳醉龙 绝对没那么简单 邦家 到医院抢人 进攻了三十五次 每一次都是有来无回 我们的人马 也都折起身上 难道这一切 都是欧阳飞龙所为 我听说 听说什么 我听说南城 最近出现了很多新面孔 动作频繁 有一些是我认识的 都是国际上的大佬 国际上的大佬 不错 他们每个人 在国际上都各各有名 但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那就是 东魏帝尊殿效应 家主 难道说 那个欧阳飞龙 真的是帝尊殿殿 不 绝对不可能 帝尊殿殿主 那是什么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 是一个五年前的强奸犯 连进五年 能从垃圾 可以变成世界巨购吗 实力 是要靠积累的 我陈家 积累了几百年 才成为三巨头 但 不管怎么说 那个欧阳飞龙 绝不是等贤之兵 罢了 就见见他 看他到底有什么 三头里 三头六 是 对了 我陈家 十二路人马都到了吗 十二路人马 共计两万三千人 还有周边 五省三十八个市的地下势力 另外 还有一副陈家的势力 一共筹集了一百个亿 都用于这次 行动的开销 那就 告诉这些 对我陈家一人 赏你千万 杀欧阳家一人 赏五千万 是 启禀殿主 最新消息 陈家家主已经到达南城 我们的人二十四小时在盯着他 他们有多少人 兄弟们已经渗透在南城 这边城市 估计有两万多人 不到两万五 我们有多少人 启禀殿主 帝尊殿分部共有五万五千人 只要您一声令下 雷神殿下 便可以让他们立即集结南城 五万五万 殿主 如果您先少 还可以再吊 雷神殿下说了 三天之内 还可以再吊事吧 后来 人太多了 怕南城装不下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打架 看谁人多 那倒是 不过殿主 我们这是在本土境内 第一次跟这种 铁亮的家族交流 既然您已经打算常驻 这第一战 就要打出些声势来 声势 我怕陈天亮瞎尿裤子 连夜逃出南城 小刘 来来来来 我听说 今天面试有好几百人呢 这个面试间只是其中一间 这一整层有好几十间面试间呢 真恐怖 那还用说 你别说在南城 就算在帝都 能进帝尊基金 那都是无上容 等于端上了金饭碗 嫂子 我听说 这里的普通员工 在实习期间 都有五万块钱工资了 这一转身 分分钟又跑啊 对啊 所以你看 才会有这么多竞争者 可惜我疼运了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录取我 宝宝啊 这次来的真不是时空 嫂子 我才担心呢 你这么优秀 学历也比我高 该担心的 应该是我才对 这么巧 你怎么在这 不是让你在楼下 等我们吗 我来跟你看看 你们忙你们的 说的好像 自己公司一样 欧阳红柳云叶 两位女士到了吗 在这 两位请跟我来吧 好 什么情况 还要提前面试啊 不知道啊 等会儿他俩回来 走吧 您是 对 柳云叶 云叶女士 您是欧阳红 嫂子 都说弟尊姬姬很严格 我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吗 对我们还蛮尊重的 这也许是对我们的考验 对对对 我俩已经准备好了 要不开始面试吧 不用了 恭喜二位 你们已经被录取了 被录取了 可是我们 好像还没开始面试 对啊 没必要啊 你们二位很优秀 优秀 我好像学历一般 对了 我嫂子怀孕了 也没什么问题吗 完全没关系 我们帝尊基金 看重的是能力 不看身份背景 恭喜二位 你们被录取了 嫂子 这什么情况 这确实是好事啊 怎么还质疑人家 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先走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面试官 我还没问您 怎么称呼呢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红艳 我叫红艳 你就是大明顶顶的金柔女王 红艳 很奇怪吗 我亲自来面试 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想到 我们两个人 也需要您来面试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抗议 这么公平 我们有个说法 对 我要投诉 帝尊基金 这是一个黑幕 暗箱操作 他俩就是关系货 嗯 干什么 造反啊 睁开你们的眼睛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帝尊基金做事 不需要跟你们解释 在这里 我们的规矩就是规矩 赶紧跟我一起走 走走 好 那我们一起走 好的 慢走 红艳拜见店 起来吧 那两个女人都痛过面试了吗 那当然了 我亲自面试的 您夫人还真是个客人呢 打住 这次要你来南车 主要是对付陈家 你的计划怎么样 辩主 您放心吧 这次我带了钱 足够击垮陈家 我已经跟几家国际巨头通过气了 随时随地可以支援我们 陈家的摊子很大 和国际大型企业都有合作 那就好 如果陈家还是一根筋的话 那我们就一刀切 让陈家陷入瘫痪 到时候 我给你两天时间 你有信息 让陈家互产了 两天有点急 除非 动用帝尊店 财富的二分之一 但我保证 吞掉陈家后 帝尊店的财富值 一定会增长 你是金融女王 把帝尊店财富 全权交给你 不过这次陈家 真的惹到了我 对了 你通知雷神 让他从亚风医院撤出来 店主 您的意思是 方长线 钓大鱼 家主 包围医院的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爸爸的手 已经全部撤出去了 你确定 医院里现在已经 没人看守了 千真万确 夫人和公子就在医院 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要冲进去救人吗 家主 这会不会是圈套啊 搞不定 是那个欧阳飞龙 怕 我陈天亮轻智 他还敢跟我叫板 不成 这想来也是啊 哎 家主 我们何时出发 那就先赞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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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我的阿尔 夫人 夫人 对不起我错了 我战会 我自首还不行吗 阿尔 你们原谅我 夫人 你看看我 我是天亮 今天没见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可是一人之下 晚人之上的 陈家大夫人呢 大夫人 啊 大夫人 阿尔 陈天亮 你怎么现在才来 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 我以为欧阳飞龙 就是个小蚂蚱 随便派个人就能解决 没想到 必须要我亲自出马 你看看 我们的儿子已经晚了 人不忍鬼不鬼了 陈生说 他这辈子就这样了 欧阳飞龙 欧阳飞龙 下等人 就是下等人 你个千刀万剐的 天亮 我们要杀薛欧阳将 灭他满门 哥 我们去低尊基金上班了 我已经替你们请假了 请假 谁让你帮我们请假的 今天你们出不去了 哈哈哈哈 他说的没错 你们今天出不去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在这里 很惊讶吧 是不是难以置信 臭女人 别忘了你的肾子 可是我的 今天我特意来娶 还有我儿三太 是你们把她害成那样 我要你们 血战血肠 陈太太 我让你在医院忏悔 不找记性 我呸 我忏悔个屁 我恨不得吃了你的肉 喝了你的血 今天 你们谁都别想走 哦 怎么 又想灭门 是又怎么样 好 既然你陈家又想灭我 欧阳将 那就别怪我 让你们陈家 永来无回 哈哈哈哈 小畜生 现在的主动权 在我手里 你错了 主动权 在我手里 放屁 现在的欧阳家 已经被我包围 一个人 你别想进来 那他 算什么算 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明明已经 好 你是说 外面那群废物吗 他们已经被我消灭掉了 这又不是什么铜枪铁壁 想进来很难吗 天亮 这个女人很厉害 杀人不眨眼 慌什么 这才能到哪 我就坐在这里 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陈家家族令 只要我一声令下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欧阳家 就是整个南城 都会民不聊生 灰飞烟灭 飞龙 陈家的家族令 可以调动陈家所有的资源 相当于上方宝剑 要不咱们还是认错吧 女爷 你怎么现在还看不清楚 陈家根本就不是要我们认错 他们是要我们的命 陈家主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现在去我父母的牌位下 磕头震醉 我就放滚 除了陈夫人以外 我不会对其他人下手 笑话 他们算什么狗东西 也配我下回 陈天亮 你是真不知道此次怎么写 起之 动手 我看谁敢动一个试试 欧阳飞龙 今天 你必死无疑 统之下去 动手 是 我陈家 拿出一百亿的成金 集结两万多人 现在 都往欧阳家赶来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给我动 小子 蝼蚁 他就是蝼蚁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吗 嗯 靠这个女文吗 你以为就你有保镖 我没有吗 无知 你说什么 我说你无知 你的人 连南城的一砖一瓦都碰不到 你以为我撤出医院是怕人 我欧阳飞龙 会怕你吗 你什么意思 想吓唬我 你以为你是谁 我是谁 齐之 你来告诉他我到底是谁 坐在你面前的 正是帝尊殿的殿子 有眼无珠的东西 三巨头是谁 在我们眼里 什么都不是 帝尊殿 殿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就用事实说话吧 齐之 通知弘焰 金融战 开启 金融战 开启 是 你们两个也坐下吧 好好看看陈家 是怎么给我们赔罪的 这种废物保镖 都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 我不想在我家见信 老陈他怎么这么淡定 难道说他真的是 至于不是 马上就会知道 欧阳飞龙 我倒要看看 你能耍什么花样 半小时之内 我要让你欧阳家 变成一片废墟 家主 不好了家主 我们的人都被拦在外面了 你说什么 谁干的 难道是赵铁钢 不 不是 他们自称是帝尊殿的人 更有帝尊殿八位神使亲临 我们的人都吓尿了 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真的一个都没进来 这么多人 没有一个能进得了南城 都没进来 我也是 拼了命才逃回来的 废物 我说了 整个南城 已经掌握在我手中了 你真的是 帝尊殿的人 喂 家主 出大事了 陈氏集团遭受金融女王 红艳的袭击 已有十个主要合作方 宣布单方面解约 陈氏集团旗下 二十家上市公司 全部跌停 保守估计 此时超过一百个亿 老陈 老陈 还有什么遗言要说的吗 说完送你上路 你竟然真的是 帝尊殿一号人物 我 我不相信 这不可能 欧阳家就是一个 小小的家族 怎么可能处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我 你这个臭女 有眼无珠 整天惹是生非 这次 我陈家被你害残了 我也不知道 欧阳家怎么这么厉害 我以为欧阳家 只是一个小家族啊 小家族小人物 你们就可以随意欺扬 有权有势 就了不起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这 就是你的报应 你 你不能杀我 是陈家家族 所以你杀了我 我父亲 肯定会联合其他决头 对付帝尊殿 到时候 受伤的 可是帝尊百姓 这是我父亲的电话 我父亲 可是 我们陈家的地海神镇 甚至他老人家 是龙神殿的大长老 我让飞楼 有胆你就接 有什么不可 看面题 父亲 快救我 帝尊殿的店主 你要杀我 还有你孙子 和儿媳妇 快救我嘛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不像子孙 纯祸 我陈家 实在要败在你们这一家 三口手里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让你当了 陈家的家主 父亲 现在 马上跪下 给帝尊殿的店主 磕头道歉 直到他满意为止 可是父亲 我可是陈家的家主 混账 我这一跪 你到底跪不跪 真要让陈家 陷入万劫祸祸祸吗 不不不 我跪 我跪 给我跪下 欧阳殿主 我诚心肯请您放了陈天亮 不知者不怪吗 我办事向来工资分明 陈天亮这次并未参与其中 但是也带着人来密我 欧阳家 饶了他可以 不过 陈家得表示表示 欧阳殿主有什么要求 但说无妨 陈家的家产 五分之一交给南城 因为南城是我老家 五年之内 我要让南城成为一线城市 不 五分之一 你知道我陈家的家产 三分之一 你这是狮子打掌口 二分之一 好 不要再说了 你们答应 陈天亮 为了救你 我陈家损失了一半的家产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带走 老公 你等等我 老公 你不要不管我呀 老公 天亮 善恶到头终有报 陈夫人和陈三太被关起来了 你放心 只要他们被关在南城 我相信陈家不敢插手 我要让他们母子 在监狱里面生不如死 在铁窗内忏悔 天亮 这是陈家签署的协议 在接下来两年内 陆续捐给南城的资金 这笔钱的资金 数目可不少啊 亮的陈家也不敢反悔 天主 这些都是欧阳家的功劳 我想建立一个 欧阳市发展资金 用来帮助更多的人 好 我也振有此意 我会拿五十个亿 来捐希望小学 再用两百个亿挣兴乡村 我希望这些钱 真正地落到实处上 你可不要耍花头 请先生放心 我赵铁钢 有人格保证 南城有先生 是南城人民之福啊 在下告退 你们两个要干嘛 哥 我真没想到 原来你就是帝尊殿的殿主 你隐藏的还满身的嘛 对啊 早知道你混得这么好 还用我为欧阳家操心吗 还用我出去工作吗 对了 说到工作 我更生气 对 我也是 怪不得红颜对我们那么好 说 我们面试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后面 看我们笑话呢 我真服了你们两个 行了我怕了好吧 芸芸 芸芸 这么大个肚子 还真敢让嫂子下落 那还不是嫂子急着急着想你吗 你说啊 孕产期都这么多天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小心 我听听 这小子这么念他妈妈 也不想他爸爸 再不出来 我打你屁股 你别打打杀杀的 他脾气可大着呢 我看 跟你很像 帝尊殿殿主的儿子 能是一般人吗 对了 你之前跟我说 你要陪着他长大 帝尊殿那么大一摊子 你放得下 我也不想再有遗憾了 我已经把帝尊殿 交给兄弟们去处理 我呢 就安心地看他长大 再说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你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以为我们只生一个儿子吧 我可是南城发展协会会长 我们要响应政策 多生 多育 要是你自己生 没事 嫂子 你多生几个 我来帮你带 这样吧 让你哥 去找他的妻枝和火焰吧 怎么样 乱说 你 老婆 你怎么了 我要生了 快快快 送嫂子去医院 可忍